这就是一个高丽大学外国的留学生报名,是办公室的 这再来,东文Global Leadership 你们再记一下,东文Global Leadership 就是这个,这个是在位置,是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这是总部,总部的边上 然后这个是法学部,然后这个是图书馆 图书馆,那个边上有的一个三楼的 你们记一下,东文Global Leadership 三楼,我是金公公 朋友们,你好,同学,我是金公公 我今天告诉你们,高丽大学怎么入学,怎么报名 告诉你们,比如说,你的记下一个 topic成绩无所谓的,topic成绩 比如说你topic成绩,一级二级可以能入学的 可以能入学的,可是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你的topic成绩没有到设计的话,没有到设计的话 入学以后,高丽大学,这个高丽大学,高丽大学入学以后 你要两个学期,两个学期,听课,听韩国语课,听课就可以的 这就是一个条件,就记一下,其他没有条件的,可以能入学的 这就是高丽大学的国际入学的一个报名处 你们在这里救命进去就可以 这里地铁站上来 就打电话跟他时间约 还有跟他谈一下怎么入学高丽大学 电话号码02232905155 啊,好长时间没来 就是几个月吧 我的木小高丽大学 这个是新做的一个SK官啊 新做的 然后这个是西官,我学校的西官 这个是总部 这个是三西 这就是几个月的